接下来请收看中华德育故事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欢迎订阅明镜 小儿人家 请问您是找人吗 你就是彭义吧 您认识小儿 老夫人 我们龙胜乾庄的庄主赵元外 看上你们家彭义了 是这样 赵元外想给自己的女儿 找一个上门女婿 也不知赵元外看上这家什么了 穷得倒是干净 赵元外希望我们两家能够联姻 赵家可是方圆百里的有钱人 这样的家世怕是门楣不相对 何况不知赵家小姐人品如何 您请屋里坐 老夫人先请 赵家小姐从小出生在这样的家世 还用说 我们只是听说赵元外生有一女 但并不知道这孩子的人品 赵家小姐相貌俊俏 家世殷实 老夫人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 这要是连了殷 你们可是鸡犬升天了 您看 这是五千两银票 您要是答应了这门亲事 就都归您了 我们是小货人家 赵家是大商人 常言道 门当户对 何况骤然得到了钱财 并不是吉祥的事 您把儿子给富商做女婿 那么就可以长久享受富裕的生活 不比你们现在这样的穷日子好得多吗 请您回去转告赵元外 感谢元外的台爱 只是娶媳妇是应当讲德行的 哪里可以讲钱财呢 老夫人 老夫人再考虑考虑 千万不要错过了这样的好姻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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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告辞了 您看那些小麻雀 看起来都很饿 但是它们没有一个 抢麻雀妈妈嘴里的食物 是啊 万物都有万物的生存规则 什么时候都不能违背了 生存的法则 娘 我懂您的意思 你知道娘在说什么 彭夫人 您是 我姓赵明深 哦 原来是赵远外 不知有何贵干呢 赵某特来提亲 提亲 小儿怕是 难与贵千金匹配 何况村里 不是没有大户人家的公子 夫人谦虚了 那些公子哥 怎与令郎相提并论 令郎的人品众所周知 赵申是看中令郎的人品了 希望能纳为贤婿 婚姻大事还需慎重 正是出于慎重 赵某才亲自提亲来啊 赵某四十才得一女 势如掌上明珠 不想太交惯了 家里快给女儿拜了 需要贤婿引导小女 即后以德为奔 多做善事啊 哦 原来如此 既然生育子女 溺爱总是不应该的 是 圆外是这方圆百里 公认的富甲一方 定是德元广修极下的吧 哎 不瞒您说 赵某年轻时候 曾做了一件缺德之事 屯粮发了一笔大财 这不遭了报应 习下无耳 只有一女孩 哎 夫人可能也有所耳闻 小女真是被惯坏了 老朽真希望有一个人 可以改变她 让小女婚后能够做个贤妇 好好地相夫教子 赵元外能如此坦言 令人佩服 俗话说 眼见为实 传言毕竟是传言 庞夫人真是通情达理 能否请夫人给老朽一些时间 好好教导一下女儿 择日再请您到寒舍 相看小女 若不忠意 赵某不敢强求 子曰 学而不思则网 思而不学则待 欲不着不成器 人不学不知道 娘 你继续读 娘看大热的天 你读书辛苦 特意煮了酸梅汤给你喝 好喝 谢谢娘 娘 您这是要去哪 天里的麦子荒了 我去除草 我也去 你在家读书吧 娘一个人有小半天 今天就试弄完了 娘 书可以回来再读 娘累坏了 孩儿会心疼的 义儿 你捡了个什么东西啊 娘 穷的乡亲 你儿俩粗茶淡饭 却甘之如鱼 听说赵园外最近 开始做善事了 并以女儿的名义 经常派人为村里打井 修路 修桥 是的 这样一来给大家带来许多方便 不少村里人都夸赵家妇女的善行 赵家女儿也许不像园外说的那样 这不是正在改变 我想人都会变的 当初的拒绝是不是有些唐突 难不成会错过了一段好的姻缘 娘 您别多想了 万事随缘 彭夫人 彭夫人在家吗 彭夫人 园外让我给您捎个信 我们家小姐啊 最近为村里人做了不少好事 我们已经知道了 爹 您就不能坐下来 您晃得我头都晕了 我就不相信 我为村里做了这么多事 彭家就看不到 您拿钱是为了给我和您自己买名声 女儿啊 一定要懂礼和名礼啊 只有这样 只有这样才会修来好的姻缘 爹 我们这样的人家 您还怕我嫁不出去吗 爹给你选定的是最好的人家 爹已经和彭家约好了 过些日子 彭夫人会来家里相亲 你呀 到时候给我好好的表现 那要看我 有没有心情了 彭夫人 请记 你去把小姐叫出来 是 园外 小姐说脸上长结子了 不能见人 为人不能够不讲礼节 再去教 园外 小姐她 我亲自去教 彭夫人 您先坐着 乖女儿啊 你赶紧出去 见见人家呀 爹可是事先跟人家约好的 你不出去 爹对人家也无法交代呀 你让他先回去 我这脸上长了这么多结子 怎么见人呢 这又何妨 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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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庞夫人 小女是有些不懂事 既然小姐不便见人 老申就先告辞了 对不住了 夫人 希望夫人对联姻之事 在考虑下 下次再做答复 好的 远外不必远送 真走了 一点诚意都没有 我还不是为了留下好印象 可是人家不领情 我看爹做这做那真是多余 何不拆桥 填井 村里不是有水井吗 您这是 别提了 村里新挖的井 又被填死了 填死了 听赵家管家说 你们彭家答应亲事 出尔反尔 不讲信用 要怪就怪彭家 真有这回事吗 这跟我们彭家无关呢 我们回家 娘 您起来吃药了 这样的姻缘 我们要不得 好的 娘 咱不提这事 您把药先吃了 做人要比得于欲 不贵不贤 等天明就回来这门亲事 咱们要用事实证明 咱们不是贪慕钱财的人家 知道了 娘 我听您的 好了 您也回房睡吧 是 娘 是孩儿的婚事 害得母亲跟着受连累 品贱不能移 威武不能驱 做人一定要挺直了腰身 你们说 赵园外怎么能这样啊 就是 这修了差挖了田的 你们这是 找赵园外评理去 就是 做好事就要做到底 干嘛修了差挖了田的 害得我们没路走 没水吃 走 娘 您的身体很虚弱 您在家躺着吧 我去 那怎么行 事情越闹越大 不好收拾 还没听说有这等好事 修了桥 挖了井 高兴劲还没过呢 甜死了 可不 井被填死了 如今桥也毁了 原来三里的路 现在得走六里 这真是江山一改 本性难一样 今天不给个说法 就不走了 对 走了 各位息怒 都是老朽的不对 生了个这样的女儿 家门不幸啊 家门不幸 大家容我想一想 我定会给大家 一个满意的答复 真的是我的错 害得爹在外人面前 如此难堪 乡亲们 大家安静一下 都听我说 赵远外 做事一定要先求内 再求外 内在本质的东西处理好了 一切外在的事物 都会迎刃而解的 夫人说得极是 老夫就是急于求果 忽略了本质的东西 您是说 不瞒您说 剑桥挖井 是我以小女的名义做的 不曾想着孩子 干出这等事来 原来如此 圆外玉子 要表礼如意才是啊 现在教育还不算晚 是是是 彭夫人 我们错怪你了 是啊 老夫人 我们错怪你了 各位乡亲 你们听我说 这一切都怨老夫我 错在本人 那就让我重新改过吧 我承诺 一定把毁来的东西再弄好 说到做到 一言计出 四马难追 我们再相信你一回 谢谢各位 老夫一定照张行事 大家也算了吧 娘 赵家没有食言 听说赵园外和女儿 亲自带人把桥修好 把井挖好 我相信赵园外会做到的 村民还通过这件事 了解了赵园外的为人 连鸣写了封感谢信 送到赵家呢 园外 这是村民们送来的一封信 什么事啊 看爹高兴的样子 给你看看这个 爹 没想到真心帮助别人 会这么受尊敬 是啊 这些都是钱财买不到的 这些都是钱财买不到的 赵园外 谢谢您的抬爱 只是彭家不能与赵家联姻 我们两家真的是门不当户不对啊 夫人误会了 园外是带着厚礼特来答谢夫人的 是啊 夫人令在下和小女受益匪浅 不胜感激啊 你们能从内心醒悟 就是对我最大的答谢了 至于这厚礼万万不能收 那 就由老夫人到时帮我们筹划一下 怎么用这些银子做善事吧 好 女子能怜 才能养其子孝 欲得养心 才能不谄媚钱财 清高是一种境界 不染污浊 不屈服于贫穷 这样的家庭 怎么会不昌隆呢 我们也要以此修身敬心 用正直连结的心对待生活中出现的事 心纯净了 世界就会很美了 感谢观看 哇哦 狗狗好可爱哦 但是没有主人的狗狗希望有人爱 你可以选择狗狗的品种 但是不用选择的是它们的中心 它们缺的是一个机会 在外面流浪的狗狗们 也渴望您的关怀 需要您的帮助 台湾救狗协会邀您一起 护持救护养护流浪狗 话播账号50016766 50016766 扑名台湾救狗协会 台湾佛教生前终身教育学会举办 僧侣善巧助人系列线上课程 报名对象献佛教僧众 每堂献50名 费用由学会供养 报名日期 即日起至每堂课前一周额满为止 报名方式 网顾报名 说服w.absle.org trainng 谢谢 课程内容详见官网 洽询电话 02-2747-8687 02-2747-8687 台湾佛教生前终身教育学会 老大 我们扛了78年了 寺内滴水 墙壁裂开了 快了快了 新超风寺正愁见钟 你看老三老四在后面 努力撑着 在还没动工前 我们都要努力撑住 加油啊 是的 他们是新超风寺大雄宝电话 四脚头 抬妙脚的历史 昭和18年 1943年9月30日 自山上旧超风寺 迁移至今78年 新超风寺拥有300年前 由大陆南海普陀山 请来正殿 供奉的百亿观音 到此参拜过观音菩萨的信众 都感到非常敏业 山门经过岁月洗刷后的灰色调 飞檐翘脚 仍精神抖擞 殿内祖尊供奉华言三圣 释迦摩尼佛 文殊菩萨和普贤菩萨 白衣观音以红白色调为主 雕刻线条清晰明快 面容温润的白衣观音菩萨 慈祥中却可感受到历史斑驳的痕迹 右偏殿供奉初祖达摩祖师 右手成拳左手包住以示善意 圆滚滚大眼睛加上露出的门牙 严肃中带点和蔼可亲 左偏殿供奉正气参天 观圣帝君 再近一点圣君对你微笑呢 准提佛母身上的配饰 是不是似曾相识 四里一对一对的梁柱 在造型上各有不同 梁上的题字是警醒 是祝导 细致的雕刻艺术 更具历史风貌 保存价值极高 抬头仰望日式风格的 隔天井年久老旧有滴水的情况 所以目前可看到大殿外观 暂时性大铁架的照护之下 让外面下大雨里面下小雨的状况 得到大大的改善 桃砖下方为年代久远的孤老实地基 可看出有下陷状况 静谧的大钢山新超峰寺的 一扇窗一面翻 将全新大师打造的青斗石天公炉 栩栩如生细腻精致 还有很多值得探访的脚脚落落 邀您随喜共修修善功德 延续观音慈悲愿驻佛殿 邮政化播 0044858-4 0044858-4 沪明新超峰寺 电话07631-2291 07631-2291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命运就在我们手上 那我们要改变心态就好了 你越批评别人 别人越批评你 你越看不起别人 别人越看不起你 我们越对别人慈悲 那慈悲的人就会越接近你 就像刚刚讲的 美丽的心 美丽的思想 就心像磁铁一样 就会吸引很多好的在你身边 你周围的人事物都会变成很美丽 所以 希望大家都有圆满的菩提心 今天讲的空性 出离心 大悲心 菩提心 我们要包着 柔和人路的外表 法华三心 外表柔和人路 别人会错 但是除非 你是老师 他是学生 那是你的责任 你要跟他讲 但是如果其他人 我们不见得有资格讲 你讲对方还生气 但是如果你是老师 你不讲 那是你的责任 你看到你的儿子在做小偷 你能不讲吗 不讲 那就不好了 你可能讲他 还要骂他 不然制止不了他 那别人讲他 他不见得接受 所以我想 你要看你的身份地位 你该讲 那是你的责任 有些不能够 我们只能默默回向给他 引导他 这样而已 那是你的责任 所有编号 都和声音 还没 Sur 那是你的责任 在自己的责任 诶 我 你 你 你 傻 我